大家好,我现在在内蒙古的满洲里 这里是中蒙俄三国交界的小城市啊 带大家在这边转一下 这个地方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啊 这边确实建筑风格都是俄罗斯的风格啊 你看这个感觉 这里有条步行街是中苏京街 这京街上更多俄罗斯风格的那个房子 这个点是圆的 这个点是尖的 看这排这个房子啊 都是用的俄语 这种形状的橱窗还是绿色的 跟哈尔滨那个很像啊 俄罗斯风格 说明在这边很多俄罗斯人啊 这个中苏京街的入口处有一个雕像啊 左边大熊猫代表中国 这边大白熊代表俄罗斯 为什么不是中俄京街 要叫中苏京街啊 这后面都是俄罗斯风格的建筑 包括这个满洲礼啊 其实都是俄语 满洲礼的这个意思翻译过来 就是旺盛的泉水 可见这个俄罗斯文化对这边的影响啊 满洲礼大饭店 下面是俄语 满洲礼酒店 这种感觉有点复古啊 像是电影里的场景一样 你看它这个大门啊 还是这样木制的 中间是转门 中间是转的 然后上面有这个挡羽的这个盆 像不像电影里那种感觉啊 再看看这个路灯啊 也是这样子的 而且门口还放了一个油箱啊 这个俄式的风格的酒店 门口再放两个石狮子 中俄结合 这还有个斗牛式的雕像呢 这边有个卢布里西餐厅 据说是这边最有特色的俄式西餐厅啊 改天我进去吃一下 我还没有吃过西餐 看这个酒店啊 哇 这是金碧辉煌的感觉 这个尖底 黄色的 再加上这个树线条 看起来挺高端的啊 国际饭店 颜值很高啊 这个饭店 注意碗姐多浅呢 这个楼盖得好漂亮啊 蓝色的底 粉红色的墙 很有抑郁风情啊 这边的路都是单行道啊 而且这个十字路口 没有红绿灯的 那里也有一个楼啊 看那个底儿绿色的 也蛮好看的啊 春风十里 我喜欢你